我們現在來到高千歲霞 也是本趟九州之旅 我最期待的行程 超壯觀的喔 洞穴裡面有一個神社 這些小石頭都是代表神明喔 太冒煙了 太冒煙了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哈囉大家好 我是Irim阿蘇 我們現在在高千歲 然後天還沒亮 我們就要出門了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有點多 我們早上要去高千歲霞滑船 下午的話要回到熊本 看熊本熊部長 因為他有一個時間限制 所以就是時間卡很死 現在是6點 天色剛剛亮 我們就要繼續跑行程了 真的是 太猛了我們 日本就是這樣的爆竿之旅 因為想去的點太多了 我們是第一主導的人 整個停車場只有我們 然後趕到連口紅都還沒畫 所以很沒有血色 再去高千歲霞滑船地 在我們先來到這個地方 叫做天安和園 高千歲這邊以前是 算是神話的發源地 所以這邊有超多神社 我們等一下要去的天安和園 它非常酷 它是在一個洞穴裡面 會有非常多非常多小石頭 然後那些小石頭 相傳是神 那邊的話就是有一堆神的聚集地 日本人很喜歡去那邊 因為那邊感覺就是 吸收滿滿的能量 就被庇護的那種感覺 這邊距離高千歲霞 開車的話也是十幾分鐘 十五分鐘以內 所以我們就把它安排在一日遊的行程 我們停在這裡 要一直沿著這邊走 就到我們的天安和園 然後整個路線大概十分鐘左右 這樣順著走 一路上都有小小的神社 很特別 感覺台灣人會很愛這個地方 日本神社真的是特別的美 特別的不一樣 時間夠的話可以進去參拜一下 一大早都沒有人的感覺 好奇妙 我們很像在參觀什麼 民俗記憶村耶 可惜 我們再半個小時就要走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要趕去高千歲霞那邊划船 我最期待的行程 可以想像如果有陽光的話 就應該OK吧 陽光閃爐 重點是不難走 對啊 沿路已經有小石頭了 你們看 小石頭 超壯觀的 我們到了 但目前還沒有陽光 很酷耶 隱藏在洞穴中 有沒有看到 洞穴裡面有一個神社 然後這邊就是小石頭 這個小石頭都是代表神明喔 聽說就會把石頭疊得越高 你的願望就越容易成真 你看是不是很酷 所以這邊全部全部都是神明喔 滿滿能量聚集的地方 你看看看 好可愛喔 它這邊都是被疊得很有秩序 那妳不疊的石頭啊 可以疊嗎 可以啊 嗯 可是這不是原本神明的化身嗎 對 要不然神明怎麼會那麼多個 它就是神明的發源地啊 所以它就是 我想說它應該是真的神明的化身 怎麼可能 你看就是不自然的東西 真的嗎 對啊 趕快疊 喔 可以許願對不對 可是感覺石頭都已經 就是大家都已經疊好了耶 已經沒有就是 沒被疊的石頭 這早還要撿啊 這個 這個 對啊 你至少疊六個 你們加五個了 你加我 來 七個讓它堵鼻 實際走過天安合園 真的覺得它是一個超酷 超酷的地方 因為無法想像 這個洞穴裡面 居然有一個這麼大的神社 還堆疊的超多超多石頭 但這邊在洞穴裡面 然後比較陰暗一點 不太適合拍照 可是我覺得肉眼欣賞 真的是非常的壯觀 所以如果你們有安排高千歲一日有的話 我個人還蠻推薦來這裡的 我們現在來到高千歲霞 也是本趟九州之旅 我最期待的行程 比較偏南九州 然後我們這次主要都玩北九州 所以交通上有點不順 但是我還是硬要來 然後如果你想要來這邊的話 像我們這次是自駕 從熊本開過來的話是兩個小時 不想自駕的話 其實從福岡也有一日來回那種巴士 班次不多 那搭巴士來的話 就是在那個地方 對主管那邊下車 然後走過去滑船處也是蠻近的 這邊的話因為遊客蠻多的 所以有分很多停車場 那我們現在是距離最近的停車場 停完車就可以走路不到30秒 大概就到乘船那邊 因為停車位非常的有限 如果你們不想走太遠的話 建議早點來卡位 再來還有第二停車場跟第三停車場 第三停車場是大橋停車場 它是最遠的 所以不建議走路會比較遠一點 給你們看一下地圖 這邊是搭船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停車最近的地方 那我說就第二遠的停車場是這邊 第二遠的它是收費300塊 這兩個都是收費 然後再來是這個最遠的 大橋停車場 然後如果你沒停到的話 就是這個最遠的 你就要這樣走走走過來 這邊的話就是等下滑船會經過的 真名井瀑布 也是日本海大瀑布居 那我現在有點擔心 因為大家看網路上分享 就很多人滑船滑不好 就會一直往那瀑布去 就會被噴了一身吃 大家請小心喔 我很冷喔 不要讓我臨到 然後你們看那邊的水 都是藍的 超級的酷耶 藍綠色 然後很可惜今天沒有太陽耶 可是你可以就是想像一下 發揮想像力 如果有陽光灑進來的話會超美 它在峽谷裡面 然後陽光這樣灑進來 有人開始在滑船啦 好可愛喔 有點像是碧潭的感覺 啊沒有啦 碧潭是彩天河船 超級的奇怪耶 它開始水變黃土一些 欸水真的變髒了耶 超詭異的 還是因為上方 它沒有什麼按鈕在控制 那我們晚一點要去搭船好了 對啊 有點可怕耶 快九點 划船的人變多了 我們現在要趕快過去排隊 要不然怕等等排不到 因為划完船之後 我們還要去搭小火車 我們準備開滑了 但重點它沒有教我們什麼滑 就它沒有跟我們說什麼前進後退 所以我們就是要自己摸索 重點是乘船一次是30分鐘耶 我們已經開始了 我們算是慢慢的出發了吧 好好笑 然後想到幾年前 跟我媽去東京賞櫻花 然後我們有去一個 也是在峽谷中間 兩旁盛開的櫻花也是滑船 是我媽滑 它也滑了類似的 那邊有鴨子耶 哎呀 要壓 進食開始 目標就是後面的那邊 我們要去那邊拍照 雖然這個滑船是蠻安全的 但是因為在水上就是 還是會有意外穿舊身衣 但是它們很貼心耶 蓋給我們圍一圈就是在腰部 就是蠻隱形的 你可以藏在大衣裡面 我覺得這點很棒耶 我們要滑到那個橋了 你好像我過來的船夫喔 剛剛我們從滑船那邊滑過來的尾巴 有一艘小船 那邊感覺是 救護人員 stand by就是可能發生意外 讓它隨時來救你的那一種 我們撞屁了 我們撞屁了 我要幫你推嗎 可以啦 推一下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今天平日所以遊客比較少人 感覺假日這邊 塞滿滿的船就很造像 我們滑到瀑布了 瀑布在這邊 然後下面比上面漂亮 超熱 啊 太棒了 勿急勿慌勿害怕 站去我現在很害怕 我們一直很靠近瀑布 太可怕了 不小心吹掉 喔 我們現在在大鱗屍耶 OMG 大鱗屍 然後那個來不來救我們 我們被鱗屍了啊 我們被鱗屍了 沒事了沒事了 我們要回去了 我們被髒水淋了一身屍 被髒水淋了一身屍 超詭異 各種化 包包也是了 但是我有顧好我們的相機 鞋子全屍 超狼狽的 好險包包是防水的 所以沒有屍 可是你看他的外套 外套全髒了 因為剛那個水是髒的 不懂為什麼瀑布的水是髒的耶 超詭異的 所以來這邊 建議不要穿白色 跟各位分享一下滑完床的心得 我覺得是因為我太期待這個滑船的行程了 實際來的時候發現沒有想像中的 好玩嗎 不知道怎麼說耶 我覺得30分鐘滑船太短了 因為我們都不太在滑船 所以一開始就要花很多時間去適應 會一直擺來擺去 就是很難跟瀑布合影到 然後我們今天是平日喔 如果你假日化整個河面 應該都是船就更難拍照 滑到中間 大家都會拍照的那個瀑布地方 大概就要15分鐘 我們真的就是凌晨落湯機 它有三個瀑布 好險我們是 凌到最小的那個瀑布 如果我們是開到最大那邊 的話真的是全屍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拍照人的話 我覺得高千歲霞這個行程 可能要考慮一下 就是不用特別來 因為畢竟它在南千歲 然後這個景點JR Place也不可以用 我們是開車自駕過來的 如果你有安排到南九州玩的話 其實可以就是排進去 可是如果你跟我們一樣在北九州的話 是可以不用來的 然後我覺得有沒有陽光也差很多 因為今天就是沒有陽光 所以拍起來可能就是比較不那麼好 我們現在馬不停蹄要改去下一個景點 先來分享一下剛剛那個 因為剛剛划船太緊張了 我沒想說可以在平穩的船上 分享一些買票的資訊 但是來不及真的是太緊張了 買票的話它是8點半開始 平日是4000日圓 假日的話一艘船是5000日圓 所以都只能坐三人 還有比較好的是它可以網路先預約 能划的距離不大 所以如果有船客啊 或是假日人很多的話 你就必須要排隊 可是網路上預約的話 它就是最多只能兩天前 就譬如說我是明天要花的話 就來不及預約就只能現場買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想說 最早來它第一班船這樣子 非常驚險萬分 我們成功抵得到高千 所以最後一個景點就是 天空小火車看到後面了嗎 然後這個小火車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廢棄的跌道改建 因為之前颱風把鐵道之間中間有一段 就是整個吹壞掉 然後但是因為修復很貴 所以政府就想說 那就算了 不要修復讓它擺在那邊 後來又有靈機一動想說 欸可以開發成觀光鐵路 春夏時期就不一樣的感覺 秋天的時候有楓葉 春天的時候有櫻花 它裡面還有就是一些不同的山洞 山洞裡面會有就是不一樣的燈光 人是1300元日幣 一天只有6個班次 一列火車只能30個人 它是不可以提前預約的 一定要當天買票 當天買的話你可以指定 譬如說好上來我可以先指定 話我也說我要下午的 去別邊玩玩然後再回來 建議搭乘的時候 可以搭最前面或是最後面 因為這樣的話 拍照比較不會擋到人 等等的話我們就在這個 鐵道搭 等一下會停在這邊讓我們拍照 上小火車 然後它有分一車箱跟二車箱 欸出發出發 它是來回共30分鐘 好可愛喔 好美 我們在這裡 不能這樣 我們在這裡 我們睡覺 啊啊啊 Givin me more hearts Sky higher than mountains Kind of love could turn me inside out 啊啊 Wanna be yours Take me to Saturn while I'm still tangled up in your sheets I'm leaving traces of golden Yeah when you're holding me No I probably sound like I'm Losing my mind But I swear every time you look in my eyes My head feels like a fountain Overflowing going upsid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現在是可以站起來拍照的時間 然後你可以看到 現在開始看到了 有沒有 好不容易喔 好好笑欸笑死了 你們看那邊 好棒 好棒 太夢了 太夢了 I want to be yours Don't need a light in the dark with you It's a neon dream 結束了小火車之餘 來分享一下新的 比我想像中的好玩 尤其是停到中間 泡泡那一段 雖然現實肉眼看到有點搞笑 因為真的是車長哼泡泡 可是如果你不看車長的話 看他的畫面 泡泡真的是超級的夢幻 就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會想到這個東西 就是泡泡跟空中火車做結合 兩個不相干的事 可是看起來畫面又很夢幻 我們實際做過覺得最好拍照的位置 是靠近車長那個位置 因為泡泡是車長噴的嘛 然後你做那邊的話 其實泡泡是最多最密集 像我們其實是坐車尾 泡泡飄過來的時候 其實就變很少一些破掉之類 所以你想要拍照好看的話 我們覺得是坐車長那邊 那結束半日遊的高千歲鐵人之旅 我們要開車回阿蘇車站了 然後我們準備要搭車 去看熊本熊部長 我現在在熊本熊部長辦公室的外面 就在後面這邊 等一下就可以進去看熊部長囉 其實辦公室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辦公室 它的位置是位於一個百貨公司的外面 你要進去的話不可以走百貨公司的正門喔 你要從旁邊的同道進來 然後部長不是每天都在辦公室裡面喔 他有場次表 來之前你要先上網看 要不然就像我媽一樣 我媽之前來九州就撲空 他來這邊可是沒有看到部長本人 他場次的話有時候是一天一班 有時候是一天兩班 然後他的表演場次一次是30分鐘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吧 好冷靜地 你好 謝謝大家 愚蝨 參與大家 沒 bartone 大家 把握了 每一回行きまーす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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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是熊部長自己本人畫的畫好好笑 然後後面你看 他辦公室後面居然有他的影子耶 太可愛了吧 路長感覺很危險 看完表演了30分鐘完整30分鐘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他是一個小男生所以就是非常調皮 我一開始想說熊本熊會講話嗎 結果他不會 他其實就是透過肢體語言 然後主持人會幫他翻譯 就一打一唱 沒有表演的時間 他就是一個賞點 然後都可以自由的進出 可以強的推薦 請大家一定要上網 看時間不要撲空喔